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就说明什么人都觉得自个重要 对 雷老师 你看这个片段你有感触吗 我这个确实我没有想到这种东西还保存的那么好 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 这个保皇会我们知道就是戊戌为期失败之后 看有维亚梁启朝他们在海外建立 他们还是希望崇尚而下的改革 所以只要有光秀皇帝在 他们觉得大清就会改革 崇尚而下的改革 当然了他里面他说 因为从1901年以后慈禧也行了一些新政 他说这不就是我们当年维新时候要搞的吗 所以就是说明皇帝搞的这个也告成 绝成 实际上呢慈禧之所以新政 他是经过了这个耿子之乱之后 签订了这个新手条约 在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这么做 要新政 他1901年在逃亡在这个西安的时候 他才说我要行新政 你已经让八国联军都侵略了 你签订条约了 实际上他才说要行新政 实际上慈禧行新政也有一个困难之处 因为你搞的这些 你做的这些 不就是三年前 1898年你镇压的那个维新派要做的那些吗 对 这个在范文兰的说法就叫历代有个让步政策论 他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啊 他镇压了这个造反者 但是呢 把造反者的那个政策呢 推迟几年拿下来安抚 历朝历代会有一个 范文兰非常有名的让步政策论 文革中好像还批评过 但是我记得你还提过一个外国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也很有意思 就说往往在这个这个镇压的时候 在高压的时候啊 这个不会反 对就或者这个这个这个政治不会 政府不会崩溃 但是往往呢 在他开始行新政 有所和缓的时候呢 革命发生了 这是这个现在很有名的 非常流行的这个托克尔的这个论法 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呢 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就是说他行新政的时候 就面临着各种制度的变革的可能 那各种不同的这样都想来变革这个制度 就是说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这个 或者如果他控制的好 他就能往一个在他的掌控之下 往好的方向 他所理想的方向变 如果这个统治者掌控不好 或者当时各种力量太大 他掌控不好 那么可能就是往另外就是一个天下大乱 或者是革命 或者是一种散乱 或者把它推翻 那么您为什么认为 就是说是这个最后这个清朝的这个完蛋啊 就是不能说是不能不能 甚至不能说主要是孙中山或者革命党之功 而反而是这个中间阶层 因为我们看孙中山从他开始准备革命啊 准备起义了多少次 每一次都失败了 包括最后的那一次是1911年春天 那个广州起义 后来因为牺牲了72个中央干部 埋在黄花港又称之为黄花港 72的也是以黄花港起义 那次是孙中山就是同盟会 有史以来做的准备最充分 请全力准备的这次 他都失败了 失败了 但是他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 半年之后 1911年10月10号 武昌 枪抢 当时孙中山完全没参与其事 没参与这个事情 他在美国 那么这个事情 怎么突然一个偶然的事情 看起来很偶然 很偶然 他怎么就成功了呢 实际上你看 从他启示 从那个武昌江讲 到最后这个清皇朝的父王 其中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 就是说类似于保皇党的 这些中间力量 或者是说这个士绅 立宪派 他们原来是坚决反对革命的 这些商人 尤其这些大商人 大士山 他们都是最怕社会有剧烈变动 变革 他们一直是希望 这个中国社会 在这个清王朝的领导之下 有序的进行一些改变 比如说这个立宪改变 但最后发现不成了 所以他们在最后 这个武昌枪响之后 他们起来表态了 支持革命党人 他们一直是革命党人 有钱 有枪 你要不然革命党 孤零零零的 没有钱 没有人响应 就算你占领某个城市 你把他的总督府巡抚 你攻下来了 没人听你 你又能怎么样 而这一次你看 从湖北开始 湖北的立宪派领袖 大商人表示 支持捐钱 并且他发文稿 希望各地的这些立宪派 大商人都支持 就像你看东南 也支持湖南 长沙 都是立宪派 其实就没打几场像样的战争 对 基本上就是纷纷独立了 就纷纷独立 你像广州 我们举广州为例 你看广州在三月份的时候 三四月份春天 那简直打得很厉害 把同盟会的起义完全镇压 死了72人 对吧 72人也是 但这一次一枪没放 就独立了 就是那些商会的领袖 跟梁广总督一商量怎么办 最后说那是起来吧 我们也独立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那些商会 包括他下面那些地方武装 他们原来是倾向于保皇党的 但最后他们被逼的转向 倾向了革命党 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是什么力量 把他们从保皇党 压到革命党方面去 这个问题 对 你闻的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 我们看 他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 我们看这个保皇会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那么呢 他们在海外 孙中山也在海外 对 孙中山一直要革命 要从暴力推翻秦王朝 那么保皇派 他们始终觉得 确实人都是有理性 总觉得你通过革命暴力 那这个社会动荡 代价削烈 和那个代价太大了 希望从上而下的变革 所以大多数人是支持立宪派 开始叫保皇派 后来保皇会 后来叫立宪派 是支持他们的 反对孙中山的 但是呢 清王朝我们知道 他后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他的政策开始 他说我预备立宪 我预备立宪 这个一出了 那很多人都拥护 觉得你主 你要预备立宪了 就能避免革命 社会还能进步 对 大家都张登 结彩 成了那些什么商人 学生 张登也有结彩 支持 但是后来他说 我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 我政治体制改革 我首先 我的行政机构很落后 官制很落后 我首先要改官制 现代化的官制 才能为 这个 这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 进行更新变革 但是改官制 一出来 他实际上证明 他是个假的 因为那个满租人的权力 更大了 应该改的那些机构 都没去掉 比如说最重要的 那个军机处也没去 还有一些都没去 那么因为慈禧 划定了几个方面 说这几个方面不能动 当你既然这个没动 而且那个满租人的权力 本来在这个改官制 过程中 也可能应该是 应该 就是说满汉 平等 或者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实际上他改官制 变成了一个集权的过程 这一下 很多人就觉得 因为革命党人是这样 就不管你 清政府干什么 我都说你是假 你是坏的 那么立宪党人 本来就说 清政府会改 他都说了要预备立宪 他又改官制 但改官制一出来 所以很多立宪派 觉得失望 觉得受骗 所以你看 你刚才讲的保防会 在加拿大 当时梁启超在日本 跟孙中山争夺留学生 就有梁启超 给康有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透露说 他说这个改官制 没出来以前 支持我的 是绝大多数 学生们都跟梁启超 跟梁启超 说这个一出来之后 改官制的这个结果 一宣布之后 支持孙中山的人 就有一大波了 有一批人 突然支持孙中山了 大家觉得这是假的 所以你看 这就有了梁启超 当年一句名言 我们可以给看看 就说革命党者 以扑灭县政府 为目的之业 而县政府者呢 是制造革命党 之一大工厂业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是四号 罗小敏 我是五号 曾月 我是六号 余思廷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 特约之 二零一三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顶九韵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配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所以过去一说改朝换代 一说革命 咱们往往注意到的是那些极端分子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往往一个社会啊 它很大的一个中间力量啊 反而是那些有横产的 是吧 或者说是这个 有一定资产的这个人 他们的走向啊 决定是否稳定 这个现代文学的开端两篇文章 胡适的文学改良处义 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这个巧极了 就这两篇文章 先不说这两个人的重要性 一个是国民党后来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一个是共产党创始人 这个题目啊 就代表了整个20世纪 中国的两条道路 一个是改良 一个是革命 是 现在大家都在讲 那个时候我们错过了什么 为什么中国不走英国模式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一样 走了法国模式 就是走了一个革命的模式 很多人都在讨论 中国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契机 可以走英国的模式 君主立宪的 对 为什么失去了改良的机会 变成革命了呢 因为这个改良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点呢 就是要从上而下的改 所以梁子超 你看他反对革命的时候 刚才说了 他论述了很多革命的这个坏处 他说应该改良 但是这有个前提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是很有道理的 应该改良 但是这个改良理论 这有个前提 得像英国那样 最上层要改 你才能够改 如果最上层 后来事实 起码让别人认为 最上层不改 那么就觉得 只有一条路了 革命 就是清政府的政策 使别人认为 使这些绅士 我姑且不说最下层 使这些士绅 认为你清政府是不改 要是他们早知道 要是他们早有先知 知道后来会出现革命 他们会宁可接受改良 对不对 至少还有个漂亮的地方 让他们住 让他们子孙 不必这么讨难 对不对 他们只是以为 他们能够连改良也拒绝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认为是 清政府没有改革 因为他们认为 清政府没有改革 刚才讲了 你说你要改革 那你要新的官职 新的官职 它证明是个假的 你是集权 他曾经弄过一个内阁 对啊 最后这内阁 都是黄族 都满族 黄族成员 这个就违反了 就违反了 这个立宪 或者是内阁制的 基本精神 所以你看 清政府它也确实 比从前不一样 他来一个宪法 公布了1908年 他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 这个宪法大纲一出来 恰恰我刚才讲过 革命党人士 不管你做的好坏 我都说你坏 对 那么这个立宪派 刚才讲了 一改观制 立宪派失望 你这个宪法一出来 立宪派又失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梁启超 立宪派 他们认为 那个日本明治宪法 还支持个半立宪 还达不到几个县 日本支持个半立宪 这个清政府呢 他搞得 他把这个 人民治宪法又修改了 就是皇帝的权利 皇家的权利 比天皇还大 这个人民享受的自由 这个权利 这个right 比明治宪法 规则的还少 那么立宪派就觉得 你连一个明治宪法 这种半立宪都没达到 你这个是假的 后来的宪法都讲国民 后来讲人民 那个时候叫臣民 叫臣民 他曾经有过那样的细节吗 说是这个宰丰啊 就满清的这个贵族啊 让说上 你看袁世凯 你这个汉人搞改革 说宰丰曾经拿着枪 顶着袁世凯 你就是个奴才 你明白吗 就是刚才那个 我们讲的官制改革的时候 开始慈禧 让袁世凯负责官制改革 但是这个满清内部 也有很多人反对 你说宰丰拿着枪 对着了 所以就没搞成了 那么我问你啊 为什么这个世身乡身新兴的这个商人 或者说立宪派 他们要立宪呢 对他们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1905年 就是04年到05年 那个日俄战争的胜利啊 那个立宪的这个半 哪怕是半立宪吧 这个日本战胜了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 这个当时中国是要灭亡的 觉得那一下子 就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 打败了一个欧洲的白种人 从前印象中近代以来就认为黄种人 亚洲人就是不行 这一下打败了 那就证明了 突然是中国人很多人认识到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 只要他制度先进 也可以打败一个欧洲的白种人的制度落后 制度落后的这个国家 所以为了救亡要立宪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新是商人兴起之后 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啊 这个中国那个皇权或者是说 官家吧 对这个商人的产权根本不重视 不尊重世人财产 我一个下一个什么上誉 一个什么就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剥夺了 我许你做什么 不许你干这个 不许你干 也不讲什么道理 所以这时候 尤其新观念也传入了 他们知道外国有利线 商人的公民的个人财产是受保证的 你不能 商人接受了这一套理论 跟传统的那个臣民不一样 臣民从前中国 接圣旨 对吧 皇帝下一个御旨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接 还要跪接 还要执行 现在这个商人又接受了这一套观念 当时不是咱历史上讲啊 这个导火索有一个叫四川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嘛 那就是铁路 这收归算收归国有吧 国家说什么价钱 就什么价钱 卖给我 你就得卖啊 对啊 所以四川那边就不干了呀 不干了 这不是闹起来 闹起来 然后呢 李杰仁还有小说 对啊 对四川的那些等于相当于今天的民营企业 都是对付的人 对 民营企业 拿着皇帝当年给的让我们建铁路的这个上誉 烧香供 你看他们还是这么一种抗议方式 还是相信法 对 但是就这样 还是把你抓起来 就等于说 他那意思是 你们当初 国家当初让我搞这个 现在呢 现在国家不让你搞了 行吧 又又又又 所以呢 他们就提出来 要立宪 只有这个立宪 才能 我们的财产权 保障 保障 另外呢 就是随着社会的腐败 这个革命党越来越厉害 他们也 这个商人你知道 商人或者大商人 防止革命 他们他们生怕有革命有动乱 他们觉得如果不立宪 第一 国家不会强 面临的当时不说外国侵略 第二 革命党人有可能会成功 会造反乱 所以他们要求 他们迫切的希望 亲政府由你来领导这个立宪 所以他们发动了 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 包括最后一个小规模的 一般人不提第四次 大规模的是三次 全国的商人 派代表 商会 到北京 跟皇家请愿 所以你看 当时到第三次 大概是1910年的秋天深秋 11月 10月11月 这时候 第三次请愿的时候 规模很大 那个上海商团的副会长 他率领的一拨商人代表来 上海那是当时中国商业商人 资本水盟 那是最发达的地方 都很富 他老家 是你老家了 你知道 那他跟那个什么 跟清政府的高官也很熟了 他就劝 应该立宪 但是清政府那些高官 尤其皇家那个 益匡 他们就觉得 这首爱情绝罗的下 你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 干这个 干那个呢 就拒绝了 这时候 那个叫沈曼云 上海商会副会长 请愿代表他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经典 他说 拂水已废 就是锅都要开了 而鱿鱼不支 他发现清王朝像个鱿鱼 在水里锅都要开了 这些王朝感觉还挺好 他说拂水已废 而鱿鱼不支 不能够再跟他们在一起了 他就回上海 回上海跟商会的领袖 把情况大概是详细说了 所以上海商会的人 干了一个什么事 集体加入同盟会 加入革命党 那你说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那时候这清政府 还没整明白呢 还没整明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时尚手册 天桥云赏 星期一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您接着来 接着讲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你看 各地的这个立宪派 或者这些身上 就开始去跟本地的革命党人 结合了 联系起来了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研究说 你看 清政府不管怎么样 他做了这些 对吧 有宪法从前没有的 有宪法哪怕不好 他做了 做了这种 有资历局 资政院都有了 那有的历史学家就说了 他做的这些 你看证明这些都是假的 这假的 所以有 那就这种不够 所以我觉得说真的 这是个标准问题 说他真的也有道理 说清政府真立宪有道理 说他假立宪也有道理 那我觉得我判断这个事情研究 最重要是什么 就看当时的那些被统治者 尤其是决定了这个王朝命运的一些商人 他们认为你是真是假 用你们这个文学里面叫什么 接受美学 是吧 我就跟这来 他们认为你是真的 哪怕你是假的 你清王朝也糊弄得下去 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假的 哪怕你清政府是真心实意 你也干不下去了 最高手的君主立宪 就是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所以差的呢 就是真的做成了假的效果 所以今天回头看 只有两条路 要么改良 要么革命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 革命党最后应该感谢清政府的顽固不明 对啊 就是他们逼成了革命 就是敌人促成了革命 而我也完全能理解这个慈禧太后 你跨过回去百年 你都能理解 这个家业 祖宗的家业 它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的 这个江山天下 是我们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难摆脱这个老观念了 还是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你是这个国家的大 还是你家的大 这是现代文明观念了 甚至是你家的 梁启超开始就写文章 反复的劝说他们说 你看君主立宪的国家 他的日本呢 或者是这个英国 也还是你家的 他是你家 他反而更稳的 你一定要立宪 但是呢 中国一个传统观念 我掌权 就得我管一切 我当官 我管一切 怎么叫我 你看 包括在1906年 袁世凯改官至今 有一点就说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罗关 文明启示录